新北市盧州区一家补教业者 透过市议员李昆成 捐赠了2000个儿童口罩 给盧州5只家私立幼儿园 希望让有需要的家庭都能够得到帮助 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了捐血 即日起只要到过中港澳的捐血人 必须要暂缓捐血28天 这样的规定也让血液库成量血上加霜 新北市益员陈启能过年前邀请了三重区 承德里长率领志工制作1000瓶随身干洗手 喷液致赠给三重区公所保护一线服务人员的健康 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凯博大台北新闻 我是亦凡 幼儿园开学之后欠缺口罩 为了帮助有需要的学童 新北市盧州区一家补教业者 特别透过市议员李昆成捐赠了自己 备而不用的2000个儿童口罩 给盧州区50家私立的幼儿园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有需求者都能够得到帮助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 全民疯抢口罩 不仅大人的口罩短缺 小朋友的口罩更是稀有 为了帮助有需要的学童 新北市盧州区一家补教业者 特别透过市议员李昆成 捐赠自己备而不用的2000个儿童口罩 给盧州区50家私立幼儿园 希望能抛砖引玉 让更多有需求者得到帮助 看到有人捐反而被质疑了 然后我们好像不能乱捐 所以我就透过议员 希望能够在他这边 可以找到一个管道捐 备而不用的口罩 如果希望我这个散局 能够告诉所有 有多的口罩的民众 不要囤货 那先给第一防线的 所有的医疗人员 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使用 这样子对我们的社会 才是真的越来越美好 而不是造成恐慌 新北市议员李昆成 除了感谢捐赠者的爱心 也呼吁身体健康的民众 不用在第一时间急着去抢购口罩 应该把口罩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我们真的呼吁说 大家不用在第一时间 大牌长龙去买口罩 因为其实这个这段时间 你如果真的没有必要 这个使用口罩的话 这段期间真的不用去抢购 所以现在网络上才有说 我OK 然后你先领 就是说我自己都是健康的人 我不用在第一时间跟着去 这个买口罩或是抢口罩 那当你在买口罩抢口罩的时候 其实有人是有备而不用的口罩 愿意捐出来 虽然两千个口罩远不及 如周幼童的需求量 但也为疫情防治 注入一股暖流 李昆成希望大家 检视身边的口罩量 若有多余的 不妨捐出来 一起为防疫尽兴力 记者沦洪采访报导 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层面 持续在扩大中 包括了捐血也受到了牵连 台湾血液基金会公告 从即日起 只要曾经到过中港澳的捐血人 必须要在离开该地区之后 暂缓捐血28天 以确保血的品质安全 这样的规定也让血液的库存量 都雪上加霜 血液库存量一片黄 未达安全库存 受到天气影响 冬季血液库存经常不足 加上最近的武汉肺炎 更是雪上加霜 考量用血安全 台湾血液基金会公告 从即日起 只要曾经到过中港澳的捐血人 必须在离开该地区后 暂缓捐血28天 以确保血品安全 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 所以现在的这个捐血人口数 是下滑的蛮严重 那当然也是因为本来 就有流感在流行 那最近天气都是比较湿冷的 那意愿也降低 相信之下医院的病患重症也变多 那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在昨天疾管署已经规定 就是自这个大陆地区 中港澳回来台湾的 目前都要隔28天才可以捐血 另外如果曾经被确诊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治疗症患者以及曾与确认病例密切接触者 也要暂缓捐血28天 新店捐血士呼吁 由于血液库存量吃紧 所以请健康的民众 踊跃捐血帮助需要用血的病患 同时要提醒捐血人 如果捐血后出现发烧 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症状 应尽快就医 并且拨打各捐血中心 良心回电专线通知捐血中心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在延烧 不过甚至有网友在LINE的群组当中 张贴了确诊案例的不实讯息 造成民众的恐慌 刑事局受理报案之后 通知嫌疑人导案说明 证讯之后依违反 传染病防治法第643条 寒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台湾如临大敌人人自为 但日前有人在LINE群组贴文 提到台中确诊500例 桃园中壢上千例等不实资讯 造成民众恐慌 刑事局已经深入追查 要求涉嫌散布假讯息人士 道案说明 我们在2月4号以后 就查证到这个 这个散播者 他本身的真实身份 然后依法通知他道案以后 然后跟他传信 那我们准备 资料收集期前以后 就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 目前正值全国关注疫情资讯 非常时期 该名男子张贴散布 未经查证的讯息 而造成民众恐慌 将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第63条移送检方侦办 还持续追查其他制作 散布转传不实讯息者 散播这个传染病流行疫情的谣言 或不实的信息 然后逐身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 他将可罚300万年以下的罚金 刑事局呼吁民众 针对来源不明 且未经查证的讯息 千万不要私自臆测 也不要恐慌 更不可以而传而 任意散布 转传疫情的不实资讯 以免引发大众恐慌 造成更多社会问题 记者游祥廷采访报导 很多人只要患有一点点小感冒 就喜欢去药局或者是药妆店 来买成药服用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用药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和药妆店业者达成共识 未来只要药师不在现场 就不能够贩售相关的药品 违反者将处以6到30万元 不等的罚还 除了药房 许多人买成药的另一个场所 就是药妆店 台北市卫生局去年底 召集药妆店业者达成共识 未来如果药妆链里药师不在现场 其他人员不可以卖药给消费者 否则将受罚 民众前往药妆店 看到层家上喜欢的物品 就拿下来准备去结账 但是只要是药品 一定要有药师 衣食在场 才能够采购药品 保障自身的用药安全 有些药妆店 他直接把药师值班的时间 切入在柜台 那方便民众 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说 药师在不在 我现在可不可以买药 卫生局提醒 非药师人员 如果执行药师的业务 将会违反药师法第15条规定 除以新台币6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罚还 提醒民众 如果身体不适 或者是有医疗需求 还是先行就医 以免延误病情 记得他的话 采访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 针对108年违规广告 总共开罚了1238件 财罚将近6300万元 其中化妆品706件最多 其余则是食品类 提醒民众要秉持着 停看厅三个原则 才能够正确挑选药妆品 不论是网络 或者是电视购物台 插卡字幕上经常会看到 吃什么东西就会变年轻 或者是吞食衰老细胞等 夸张词句 其实这些都是违规的广告 去年台北市卫生局 针对这些违规药妆品广告 共计开罚1238件 财罚高达6206万5千元 知名公务专家讲的口墨横飞 告诉电视期前的观众产品 有多少好处 有些宣称能够让人回春 有些则是直接表示能解决关节炎 或者是更年期症候群等效用 累积罚则第一名的首席股份有限公司 违规累罚529万元 第二名的挪威市公司 跟第三名的永昌贸易 也分别被累积开罚165万跟114万元 网路购物的风险比较大 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实体 那尤其是在订购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不知道 贩售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身份 所以无法去确保 它一个商品的一个安全跟合法性 卫生局提醒 食品只是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素跟热量 不具备减肥瘦身等改变身体外观的功效 化妆品也不具医疗效能 希望明珠能够秉持停看听三个原则 才能正确选购 对自己真正有助益的产品 记者通通话 采访报道 广告回来告诉您 玩具变面变创客养成剂特展 正在松山文创园区举行 各种新奇玩具 吸引大家探索玩具的运作原理 透过亲手体验和实践 促进小朋友的学习力和想象力 OK Google 播放新闻 OK Google 今天天气如何 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 音量调高 帮我打爱情幼幼人 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 搜寻施主啊 智慧声控大小事 就从看电视开始 现在办凯博大宽评指定专案 Google Nest Mini 马上带回家 0809 009 658 凯博大宽评 OK Google Trust stop something 你打开 当vous 他打开 怪学伙程 是 这 欢迎回到凯博大台北新闻现场 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的扩散 新北市议员陈启能在过年之前 就邀请了三重区成德里长吴正全 率领志工伙伴制作了1000瓶的随身携带的干洗手喷液 等全数分装完成之后 马上自赠给三重区公所 希望第一线的服务人员能够有更强的保护力 将10种香草植物浸泡在75%的药用酒精中 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 一瓶环保干洗手消毒液就大功告成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新北市议员陈启能洞察先机 在过年前就邀请三重区成德里长吴正全 率领志工伙伴制作1000瓶随身携带的干洗手喷液 等全数分装完成后 马上自赠给三重区公所第一线的服务人员 由区长刘来通代表接受 我们特意请我们陈德里的志工好朋友 制作了1000瓶 1000瓶就随身随身携带了 随身携带了这个干洗手的喷液 也是这些香草部分的喷液 更有一个香味在 那提供给我们第一线在服务我们三重乡心 我们工手以及第一线事务所的同仁们 让他们可以保护自己 我们那时候在买的时候75%的 事实上就已经不多了 所以我们还买得到 所以说我们刚好这一批买完以后 就比较欠缺了 所以暂且我们就只先做这一批而已 所以也感谢议员 会提早有现见知名 不然我们这批可能也做不出来 在武汉肺炎疫情紧绷 物资匮乏了时刻 能获得大批干洗手消毒液 强化第一线工作人员的自我保护力 让三重居长刘来通相当感激 非常谢谢陈启能议员 还有我们陈德里吴政权里长 跟他的夫人 还有他的一群可爱的志工 他们真的非常用心的 帮我们制作了用香草 然后用75%的酒精 做的这种消毒的一种干洗的防守液 然后一千瓶送给我们区公所 我们第一线防疫的工作同仁 这个真的是非常及时 面对严峻的防疫工作 陈启能认为勤洗手比戴口罩还重要 他呼吁民众随时保持手部清洁 才能避免接触感染 使用干洗手 病毒远离火 防疫情洗手 拥手不握手 记者沦洪采访报导 新北市三重区的仙色宫 每年春节之后都会举办盛大的奇安法会 今年因应武汉肺炎疫情 特别向神龙大帝求得了三道福令 希望信众拿回去震煞保平安 另外庙方也摆出了盛大的中刀秀 希望透过点灯祈福来缓解疫情 法师前程诵经 为民众消灾祈福 气氛庄严树木 三重仙色宫 每年在春节过后 都会举办盛大的奇安法会 今年因应武汉肺炎疫情 特别向神龙大帝求得三道福令 希望信众拿回去震煞保平安 我们仙色宫每一年 都在农历的11号到15号 举行为全民祈安的法会 今年因应我们武汉肺炎疫情 所以我们请示神龙大帝 特别做了三张福令 这三张福令 其中有一张是药符 一张是震煞的 这张神龙大帝正载平安符 就是贴在 拿回去贴在自己家的神明帘 或是贴在客厅里面 除了向神龙大帝请求福令外 仙色宫也在后殿 摆出盛大的中刀秀 不但设有为全民消灾解恶 远离疫情的牌位 也设有神龙大帝 和朱柯医神的香味 希望透过点灯祈福 来缓解疫情 这个整个正式都是28星宿 也是为了我们这一次疫情 特别设了一个为全民祈福的这个中刀秀 那这个是希望为全民来消灾解恶 远离疫情 这个我们特别请了神龙大帝 神龙大帝是药王嘛 那请了医科诸神来这边 来振作来为大家祈福 仙色宫董事长李前冬表示 这三道正厦保平安的福令 预计农历正月十四 送金完后开始发放 希望大家都能远离疫情 永保安康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新北市新店区三明路35项内 有一片面积大约是130平的闲置公有地 遭民众占用多年之后 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 协调由新北绿佳园专案办理了 简易绿美化 绿佳园基地已经在去年12月完成了 并且交给新店区公所维护管理 用铁围离围起来 里头杂草丛生 经过了绿美化 现在摇身一变 全然不同 这是新店三明路35项内的一块 闲置公有土地 过去遭到民众占用多年 经过市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协调 以及中华里里长邱香林的争取 透过新北绿佳园专案办理 将这处面积约130平的闲置空地 变成了邻里信心绿地 拆除完之后 我们政府现在在提倡 那个热活绿地 拆完之后 就由我们新北市城乡局来做规划 然后把它规划成了绿地 作为小公园 那这个部分 在我们去年大概10月就已经完工 然后也成为我们中华里里面的 一块的绿地小公园 里长邱香林表示 这块空地在去年10月 就已经完成了绿美化 经由城乡局景观处 种植多种灌木 绿意黯然 并且施作了检疫步道 让附近居民可以来这处小公园散散步 而未来它也将陆续进行各项美化工作 包括墙面彩绘 植栽变化等等 希望让这片邻里绿地 成为中华里的特色之一 一些老人家 然后天气好的话 来这边散散步 然后看看我们的一些花花草草的 那老人家心情也会比较好一点 对那也有附近的居民来这边遛狗 那成为我们里内的一个特色 那未来呢 持续我们在这边的墙壁 我们还会再来给它做一个彩绘 让这边更为有一些 那个更漂亮 西北市城乡局表示 绿佳园专案是市府各机关长期合作 针对闲置公有土地的 简易绿美化计划 执行八年来已经完成了300处 办理的成果相当丰硕 而这处位于中华里内的空地 也在经过整理之后 成为焕然一新的美丽绿地 不仅美化了社区试容 更让居民多了一处休闲空间 记者陈晓丹采访报道 玩具变变变创客养成技特展 即日起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 北向制烟工厂举行 各种新奇古怪的琳琅满目的玩具 吸引大家探索运作原理 透过亲手的体验和实践 促进小朋友们的学习力和想象力 用手拍打箱子 里头的金句纸偶开始原地转圈 唱起戏来 利用振动与摩擦的原理 孩子们互相较劲 看谁的纸偶先倒下 用绳子串连瓶盖 吸管竹块组合而成的人偶 透过小小的改造应用 老玩具也能大变身 各位可以看到 好熟悉的感觉 糖果罐 然后把原理理解之后 用身边的东西来做创作 我前面的猴子的灯笼 也是有一样的概念 只是把刚刚的糖果罐 稍微美化以后 就变成是一个很可爱的 美猴王灯笼了 玩具便便便创客养成技特展 集合世界各国老少不同年龄层 各式各样的玩具 现场不但能试玩 还有工作人员教你如何操作 十二大展区 透过跨领域五感学习 落实玩中学 学中玩的丰富体验 很多人都以为有了手机 有了平板 就拥有了全世界 可是它还是压缩在一个小小的框里面 可是真正的玩具 尤其是不插电的 它常常是需要很高的智慧 把它极简化 极简化成能够被吸收 然后能够被理解 能够被互动的一些概念 那另外一个是说 它在玩的过程中 一个玩具要好玩 其实不是自己玩而已 要跟人家互动 展览从即日起到3月1号 在松山文创园区 北向制烟工厂举行 欢迎大小朋友 踊跃前往参观 展开一场玩具大探险 享受最纯真的游戏乐趣 记者游祥婷采访不到 有人在吗 救命啊 您好 我是足迹总部的统计访查员 政府透过每月人力资源调查 掌握就业与失业的状况 作为施政根据 我是访查员 请支持人力资源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回到凯波大台北新闻现场 2020年台北灯节活动 2月8号登场了 除了在西门捷运站和南港车站 有双主灯秀 周边还有不少的主题灯区 像是靠近汉口间一段 就有美国关岛主灯 关岛观光局把有4000年历史的原住民查木洛文化 设计成特色花灯 让民众能够了解关岛的历史 加深彼此的交流 关岛的一个创世女神叫Futuna Futuna她的哥哥的眼睛双眼变成了 左眼变成了太阳 右眼变成了月亮 美国关岛观光局介绍当地原住民查木洛文化 有开创大地万物的女神 还有早期用来盖房子的拉提石 象征查木洛民族的韧性 这些关于关岛的美丽传说 在台北街头也能看得到 在元宵灯节的时候是所有老老少少 这个福家带卷的会来这边观赏所有不同的花灯 那每年都有很多的外国旅游观光局会来参加 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也 美国关岛观光局也不能缺少 所以在今年开始呢 我们就参加了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元宵灯节 关岛从1973年和台北市地结为姐妹室 至今已经有47年 今年首度受邀参与2020台北灯节 关岛观光局特别设计特色花灯 让台湾民众也能认识 关岛4000多年的查木洛文化 加深两地人民的认识与交流 拍灯 今年台北灯节除了在西门捷运站出口 规划主灯躲猫猫 中华路两侧也有代表各国文化的主题花灯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 北市府也提前进行灯区消毒 活动期间也会加强防疫工作 确保民众健康 欢迎民众都能纠搬一起来 体验台北灯节的魅力 记者邱世民财保报道 为了延续新北市实定区传统的 迎古载灯民俗节庆文化 实定区公所将要在2月8号下午1点起 在实定老街举办元宵迎古载灯嘉年华活动 现场规划彩绘灯笼DIY 塔拉OK比赛以及创意装扮采接游行等 欢迎民众共享胜举 2月8号这个礼拜六就是元宵节了 实定区公所为了延续实定传统迎古载灯民俗节庆文化 将于当天下午1点起 在实定老街举办元宵迎古载灯一格嘉年华活动 区长洪崇联表示 届时活动现场会有灯笼彩绘DIY 塔拉OK歌唱比赛 以及特色装扮采接等丰富的内容 欢迎民众共享胜举 1点开始之后 我们有地方上的歌唱比赛 不管是老人啊 青年组啊 我们都一起来比赛 然后我们也有彩绘灯笼 然后最重头戏是在下午晚上7点的时候 我们有些公庙 虎爷公啦 财神庙啦 一些庙椅 然后我们采接 然后我们有学校的装扮 华范大学 还有我们的实定高中 实定国小 和平国小 这些人一些乡亲 还有社区 我们一起拿火把来采接 去年妇女会婆妈 以古时迎亲队伍装扮游行采接 逗趣的模样相当吸睛 而华范大学学生 则搭上了古装剧风潮 这些特色装扮 让采接活动热闹滚滚 今年也不例外 区长洪丛莲透露 这次一共有14个队伍参加 非常期待每个队伍所带来的创意 今年总共有14个队伍参加 但是内容容我保留 不能太早公布 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小朋友 或这些长辈他们的装扮 然后回忆到古时候的 一些石定以前的一些特色 当然也有美食 也有美食 欢迎大家一起来 石定区公所表示 除了采接装扮评比之外 在绕街游行途间 还会发送好运茶包给民众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好运数不完 另外舞台区也会有 区内学校级团体的特色表演 以及彩登米活动 压轴的抽奖更有电视机大奖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除了重现石定过去元宵的 热闹情景 也让民众认识在地庆典特色文化 宽度远消佳节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祥宇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接下来的新北市天气预报 首先是几点重点提示 要提醒大家了 目前北台湾是有一个封面 正在建立而且快速的略过的关系 所以会带来英识多运偶胜雨的一个天气 在我们的北海岸 以及东北角一带 我们的天气会比较差一点 转为阴雨绵绵 接下来在封面通过之后 东北季风会略有增强 所以我们沿海的风浪是比较偏大的 这一点要请在海上工作 以及在沿海附近的渔民 游客们要多多留意 风浪变大的一个情形 接下来的气温也会比较偏凉 在早晚清晨的时候 气温偏低的关系 必须要去留意到保暖 整体而言接下来三天的天气 大概都是比较湿凉 比较冷的一个状态 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卫星领图 在卫星领图以及风向上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目前台湾偏北风到东北风的形态 配合上华南的水汽移出的关系 在北台湾正在慢慢的建立一个封面的系统 而且很快速的即将往东通过 在封面系统通过之后 则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东北西风增强 会为北台湾北海岸东北小一带 带来降雨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来看到降雨方面的预报 未来降雨会集中在北台湾 以及东部的地区 由于东北风后续增强的关系 我们在北海岸东北角的方向 降雨的雨量会比较大一点 不过未来风向转变的关系 我们在下周一下周二左右 天气会慢慢转好了 直到下周三之后 天气才会开始有一些变化 以上是今天的凯博大特别新闻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元小姐快乐 我们下次新闻时间再会 祝你元小姐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